这纷纷飞滑 这纷纷飞滑已坠落 我日深情调一圈狂 玉可威一个失误 却言查杨索成就经典 就连原称谭永林都给他超高的评价 这是代表他的舞台经验很好 他很稳 心态没有变动 不受外面的情绪影响 在某岛综艺上 玉可威翻唱 谭永林的水中花 由于耳返出现故障响拍 玉可威并没有惊慌 而是沉稳冷静的又唱一遍歌词 多处的纷纷雪花 仿佛烟花绽放前一秒 让众人充满想象 在场的廖永昌林志炫都以为 这是特意设计的意外 我以为你是特意的 他不是什么 我以为那是特别设计的 很有感觉 对对对我以为是这样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忘记听老师的Q了 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 简直是凡尔赛十足 就连原唱谭校长都称赞到 玉可威舞台经验丰富 仿佛又给歌曲新生命 喜欢吗 很好 我解释歌又有一个新的生命 还有不少网友 因玉可威非常高级的错误 将歌曲设置成手机铃声 并纷纷夸赞到 玉可威不愧是实力歌手 临场反应堪称一绝 简直拯救了整首歌 然而这不是玉可威第一次展现神奇秀场 在另一档综艺中 玉可威与任鲁玉合唱知否知否 不料中途伴奏区突然消失 一旁的任鲁玉瞬间不知所措 只见玉可威断了一下 紧接着开嗓把场子救回来 甚至还淡定地邀请 众人合唱歌曲高潮部分 对此不少人称 玉可威唱得不要太好 这萧敬腾唱得更好 只不过下次千万不要唱了 差点让人以为 萧敬腾不会唱歌 每一首支付背后 都有一个被网爆的萧敬腾 大家说对不对 都说天余出来的歌手 红不过几年 却不曾想 玉可威凭借各种OST 替持续输出新作品 而玉可威不仅能将意外 变成节目亮点 歌曲还能引人共情 也正是这档节目 玉可威一首《落过人间》 唱哭主持人萨贝宁 原来歌声真的能传递感情 不知道这首歌让萨贝宁到底是想起啥事 才会让她如此感触 而玉可威之所以能唱哭众人 和她的坎坷经历有关 梁静如什么时候需要观众给她勇气了 搞错了 原来是三战超女玉可威 2010年刚出道的她 参加滚石在上海举办的演唱会 演唱前辈梁静如的凝下 由于大萤幕上并没有清楚 写出歌手名字 所以玉可威一上台 观众还以为是梁静如 结果却发现是一个刚出道的新人 于是纷纷破声大喊她下台 甚至还有人往舞台上扔水瓶 所以全场的观众都在期待梁静如 然后咚一下我冒出来了 然后再唱一下 然后那个时候全场的观众都在喊我下去 然后还有网台上就有扔水瓶有几个 演唱结束打晚 玉可威就发了不服输动态 你要说我不行 我就证明给你看 你看我行不行 毕竟三战超女的她 本能凭借十里夺冠 却因黑幕落败 她也用实力证明 只要投铁 男强也能撞破 2005年到06年 玉可威连续两次参加超女 可惜成绩不理想 几次陪宝失败后 玉可威在酒吧里唱歌 凭借一首夜半歌手 获得英午餐厅音乐总监的青睐 开始近三年的助唱生涯 现场的魔力 让玉可威实力有了智了飞跃 三战超女的她抱着不成功变成人的决心 一路冲进全国半决赛 刘希君用一句我更欣赏李萧云 我现在特别特别的紧张 我很欣赏萧云 很用心地歌唱 我希望她可以尽情 让玉可威只顾四强 面对如此结果 吃惊地不止玉可威本人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 我知道在这个舞台上 有很多很多的人喜欢和支持 你们自己喜欢的选手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唱得最棒的 对不对 大家都认为其中一定银毛 毕竟在结果公布前 金音网就已刊登超女第四名玉可威 虽说金音网最后给出 网站显示错误的解释 但玉可威支持者还是不愿相信 指着粉丝闹唾又如何能成气候 这场声势浩大的声讨 最终之后不了了之 直到多年后 玉可威依旧很不服 所以你零这年时候得第四名 你肯定特别特别觉得 对啊 所以我在说那样的话 对此不少粉丝直言 事实证明不是所有导师都是伯乐 被淘汰的玉可威和周深 如今都可以封神 而当时越错越勇的玉可威 在清雨滚石后代表作评出 评一首指望人气大增 为电影小事来演唱的OST 时间诸语让她的事业突飞猛进 成为当年最热门单曲之一 奠定了玉可威在OST领域的地位 但唱了八十多首OST的她 为何一直不闻不虎 甚至被网友骂 只配当宁静的丫鬟 你准备把这个OST行业要承包了吗 没有没有 你到底唱了多少个 你唱了多少首啊 我唱了大概八十八十首 OST女王玉可威为何被骂 只配当宁静的丫鬟 2020年 玉可威现身浪解 试图借此迎来演艺事业的新生 结果因无条件选择 跟随话题度拔劫的宁静 被指责抱大腿 玉可威之所以被扣上这么一点帽子 并非毫无缘由 因为从第三次公演起 玉可威就一直跟随宁静 玉可威 我没有想到玉可威选我这一首 平时更是三句话不离静姐 静姐我觉得她还蛮像一个小姑姑 她其实就是很直接 然后很可爱 不仅如此 她和她坚持助理工作 当宁静要登台表演时 玉可威会去看一看舞台滑不滑 然后再将静姐附上舞台 这一幕让宁静威欲睡CP粉 可生可死 但放在不喜欢玉可威的观众眼里 却成为她在献殷勤 好抱紧大腿再次翻红 毕竟同时参赛的姐姐万倩 都曾不小心手滑点赞 说玉可威坏话的帖子 但这就是全部的真相吗 对传的轰轰烈烈的抱大腿一时 玉可威曾出面回应 称不管是台上台下 她和宁静都是双向选择 会抱大腿呢 我觉得完全不存在抱大腿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都是相互选择的 每次都是我们选择队友和选择leader 都是互选的 如果她觉得我是在抱她大腿的话 她可以不选我 宁静也曾对此也进行回应 并开玩笑道 自己猜想抱玉可威的大腿 看到两人都出面解释 让人不由得发问 难道明星不会拥有交友自由吗 如果玉可威是为了要市场 或许早已赚得喷满波满 毕竟一首歌手沉浸在玉可威的改编中时 韩香的素人评委却发表不同意见 我觉得这首歌太丧了 整首都很矫情造作 这不就是一群青铜点评王者吗 毕竟阴阳怪气给疯狂传奇 扣上一顶土味高帽 也是他们的名场面 更好况 如果玉可威够火 懂得银河市场 也不会背着OST女王的标签 长期处在歌红人不红的状态 大家说对不对 喜欢玉可威的哪一首歌 觉得她是不是当之无愧的OST女王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一期视频 再见